收藏电话也可以争执吗 在台北市这位电话达人 他自己收藏的电话也开了店面 五平大小的店面收藏了将近有400支的电话 而且有100多支还是日本昭和明治时期的电话 虽然都是复古的造型看起来好像不能用了 但是其实这个林老板的巧手之后 店里头每一支电话都还可以用 而且有许多客人上前来就是指定要买的是复古式的电话 别怀疑这是日本昭和十二年的古董电话 到现在真的还可以用 这台就像007出勤用的公务箱 可以拨打可以扩音还有时钟 甚至来电有跑马灯显示 店里头琳琅满目的电话 不管是50年代60年代的电话 多达400多台 收藏家就是他林汉忠 这个老电话很有兴趣 结果一晚就好几十年 老板说没有一支电话修不好 二十多年来林汉忠赤字近百万收藏 也修电话 还卖电话机 现在还兼具增值功能 像是这台日本明治时期的复古电话机 十多年前买1.2万元 现在售价2万元 增值近七成 还有这台二合一日本复古机 十年前购入价8000元 现在售价1.6万元 增值了一倍 本时是电幕做的 这个端线 端线都是布料做的 还有这个本身机身 就是木头 里面全部机械是做的 独特的绿头鸭电话铃声 还有这支别出心裁的原味造型电话机 就连站立室或者是投币室复古机 它都有 脱币电话 现在好几十年了 电话现在还很难用的 复古电话机 随着年代久远 每支都搭上增值列车 店内400支电话 不管是新造型还是复古造型 老板说每支投资 就算没卖掉 藏着都值得 重新今晚张品红 黄书来台北采访报道 一万八